好,各位好 我現在要來跟各位介紹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重要的實驗電路 那這個實驗電路呢,各位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先從microbit講起 各位會比較熟悉 現在這邊呢,當啟動的時候 我們把銀角P0接為0 把銀角P1也接為0 剛開始兩個都是0 然後就進入這裡了 進入這裡,因為我們做過三個燈的實驗 各位都知道 這個就是P1先設為0 P0設為1 所以這個是1,這個是0 紅色代表1 過了一秒鐘以後,它就交換了 變成P0是0,P1是1 過了一秒鐘,P5可以到上面來了 所以這兩個會交替閃爍 那這裡呢,我有寫一個註記 B,當按下A的時候 按A,然後 然後 當按A的時候 VAL跟指 0變1,1變0 當按A的時候 0變1,1變0 好,我就把這個再關起來 那怎麼做呢 VAL是一個變數 這裡有誰一個VAL變數 我們把VAL加1 我們把VAL加1 所以它0加1變成1 1除以2就等 就等於 就等於 這次VAL很亮 P2就亮了 因為VAL就知道P2 P2就亮了 然後再按加1一次的時候 再按了A再按一次 1再加1就是2了 2次又變成0了 所以它會再0的比之間交換 好,各位看一下 現在是沒有亮 沒有亮,我就把它按A 它亮 再按一次 它按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訊號抓出來 它會亮 亮跟亮跟亮 那我要把這一次講 去接電器 好,現在各位應該看得懂 我們這個電路 我再講一次 剛開始設定所有的變數值 都把它設為0 那麼這一個回憲 確實要就是讓0跟1交替數 這一個回憲就是按下A的十二 剛開始是自己 它會變成0 因為0加1的1 除以2的1 然後1的十二 1再加1 2再除以2 所以它按A 這一個東西現在是1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我現在再把它按一下 再按一下它變成 好,所以我們也要來當控制點路這個程式 sic 如果我們在歇的時候 應該會變成 不可意 就這樣 到一邊 這邊 那些鬥 acie 座 到一邊 對